可不可以到法院去 可不可以法院去 可不可以处理这个东西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一人夏克力这两年来最常跑的地方 恐怕就是法院 因为跟结婚16年的黄嘉谦 爆出婚变 两人肃请离婚 从此双方也只在法庭上碰头 上个月10号是夏克力 最后一次到市领地院应讯 短短5分钟就结束 全案辩论终结 14号下午5点 法院判准离婚 16年的异国婚姻 正式说拜拜 官司是法院要结束吗 会 对 超级 本来今天看戏啦 私底下都会先请好 OK 我就 现在心理就是晚上的戏 focus在戏上面 现在恢复单身的黄嘉谦 也透过经纪人回应 说所有的诉求 法院接获准 得知后感到很欣慰 感谢司法也感谢大家 这两年打官司 有算大概花多少钱 24万 两年官司也衍生出不少暗卫案 甚至双方的艺人朋友 也一度加入战局 如今有了结果 也算是暂时落幕 16年的感情 画下句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